郭琪 霍琪公子不是已经走了吗 他怎么去冷泉了 坏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难道拿几眼明日来救这冰下之人 你在做什么 之前分明同你讲过 此处是药尸谷禁地 你为何还要私自闯入 请问薛谷主 我寻来的齐也明知在何处 请你立刻离开这 我只想请薛谷主 带我去看掩齐也明知 届时一切问题都能解决 霍七公子你擅闯禁地 说明已经怀疑于我 既然如此 我又何必多言 明日你便把回天令还回来 这病我不治了 你为何不告知我 极也明知在何处呢 你是不是用齐也明知 就这个疑死之人了 你说什么 我是说 住口 出去 好 我可以出去 但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 你给我出去 我可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是走了吗 这里是冷泉禁地 你怎敢擅闯 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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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谷主 谷主 没事 我只不过想让你归还齐雁明之 哪怕只是一部分 请你告诉我 齐雁明之到底在哪儿 拿去喂狗了 将此人 速速赶出谷去 是 你 原来你以为 齐雁明之被我用去了 齐雁明之是我拿来救墨尔的 可你们却拿来救 陛下的死人物能不及吗 你说什么 我是说 谷主说了 请你速速离谷 谷主 你还想干吗 你这人真是不知好歹 风吕姑娘 这是何意啊 你这人 只有一枚回天令 这枚回天令 是用来治疗墨尔病的 你因为拿齐雁明之中了毒 我们谷主没有 别拦我 我们谷主没有跟你要回天令和十万诊经 也给你治好了病 你却这般对他 风吕别说了 干吗不说 谷主为什么不让他知道 齐雁明之用在了何处 我们又没偷又没抢 他不知情 却胡乱猜忌别人 我们谷主凭什么受这个委屈 可是齐雁明之究竟 你闭嘴 我带你去个地方 风吕 这边 此地血水滋润 环境特殊 可保留药材生机 谷主特地让我们 将齐雁明之放在这里 木耳的药尚未凑齐 定无法炮制 去了一片 究竟是何人用了 谷主不是说了吗 那片拿去喂狗了 那日你身中毒蝉杀之毒 命悬一线 多亏我谷主 来不及了 双红红 眼下此毒 只有七雁明之可见 速速去取一夜七雁明之烂 服役人身体积 熬成汤药 可谷主 快去 谷主不告诉你 想必是 叛逆用了给木耳的药儿内疚 是我太莽撞 还对他那般的语气 不仅如此 你还一直提醒谷主 雪怀公子是已死之人 这不是往人心口上渣吗 可那人封在冰下 的确已经 那人 的确已经死了 为什么 你要当面说呢 婆婆